不論是坐在椅子上抬腿或是蹲馬步 失利點都著重在膝蓋和腳踝 這些動作為的就是訓練下盤穩固 每天只要練習幾分鐘 就能增加下半身的積耐力 對鷹髮族來說可是相當有幫助 對我們鷹髮族而言 他的下肢動力會不足 所以在我們研究裡面 都是大腿會沒有力量 然後單腳套腿 就是練習平衡的動作 然後坐姿抬腳這是復健的動作 一般有些人復健的時候 就是復健師會安排這樣的動作 那我做的動作是有做修改 我會讓他提起來做離心收縮的動作 讓他在下樓梯的時候 可以比較不容易跌倒 這裡的長者身體健康 還讓他們的想法會通 快樂 大家都在這裡好像一家人 根據統計 去年度台灣每100名長者 平均就有27位有跌倒經驗 比例相當高 而且鷹髮族跌倒後 身體機能就會大受影響 為了獻防老人家跌倒 老吾老基金會在大甲鼎店社區 開設為期10周的老人方跌班 我經常拔刀 我拔刀後後 這兩天去跌餅 大家跟理長女兒 理長都去看 現在在做比較累 如果做了比較久就比較不累 輔導社區的時候發現有很多長輩 就是可能在據點跌倒了或是在家裡跌倒了 對 那我們覺得說希望今年可以來推房碟這一塊 那希望說長輩在家裡也是安全的 來到社區也是可以很安全 基金會表示指導老師改良太極拳招式 讓動作簡單化 因此社區阿公阿嬤都能輕鬆上手 隨時隨地訓練自己 希望以預防的方式 讓鷹髮族減輕跌倒傷害 記者中文會台中討報道 如果我求求大家 對 我們示範 我們示範